弟兄姊妹平安 我的名字叫荣业 我是本教会的牧师 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 我们也知道新的一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点复了我们为未来制定的许多的最佳计划 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司歌是歌词是怎么说的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 可是我知道谁掌控未来 我们的神是有多么的伟大 祂是掌控我们的未来 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43章16节这么说的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有很多专家说 明年这个疫情是应该结束 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个疫情可以完全结束 我相信我们大使民生基教会 可以做两桩事 是反而是超越这个疫情的 一是活出神的团结 二是活出神的爱 虽然是这两桩事是容易说 可是呢要做起来是很难 这两桩事是教会的根基 我们一定要把握时机 做好他们 我请 我要求您和我一起自立 与实现这两个真理 神的团结 神的爱 把他们活出来 这是我们2021年的主要的目标 我们假如可以拿这两桩事 做好 做成 那我相信 我们就可以身为一个教会 就可以完完全全 尊重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的话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让我们设定目标 使2021年成为实现神的团结 和神的爱的一年 神祝福你 也祝您和您的家人平安跟喜乐 感谢主